小快递车跑得挺快 我其实对新胖哥胖哥长得胖这个事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特别说什么 首先呢 他一看就是一个东北的 能吃能喝快乐自由的胖子 我也本身胖过 我能理解吃能带过来的快乐 所以这都是个人选择 他愿意胖着 哪怕不健康 哪怕将来生病什么的 他自己都是成人人 自己做选择 就跟人抽烟喝酒 人家知道抽烟有害健康 但是非要抽烟 那你也没有办法 那他自己愿意想出这份抽烟的快乐 他宁愿伤害自己的健康 这个都没关系 而且他也是做这种自媒体了 他的新胖的名字都起成这样了 他的一个人设了 他要维持他的品牌形象 他也必须保持他的胖 就好像以前有个香港的女演员叫肥姐还是什么的 反正就是个肥肥的 但如果要是瘦下来了 他也影响他的挣钱的身影 就是他这个品牌形象变了 其实也说到吸烟这个事情 我是真是为我怎么说 年纪大了以后就越理解这种 都是成年人自己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其实我从小学二年级去学校组织的那种 去自然博物馆还是科学博物馆 看到吸烟的人的肺 就那个黑的肺 我当时回去以后就跟我爸强烈要求他戒烟 我爸一直都抽烟 基本上年轻的时候抽的多都是一天两包 都是抽烟也很大的那种 我就强烈要求他戒烟 小孩子一看那个就知道 对身体不好就很不愿意 所以就看到我爸抽烟 就把他的烟给没收了 大伙姐也没收了 只要看到就没收 经过我多年的抗争 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我爸自己本人并不想戒烟 一开始他会欺负我年龄小 跟我打商量 说你把我藏起来的烟给我还回来 你看我花钱买的 你把这个烟藏起来不抽 那个烟废掉了 多浪费钱 我会纠结 纠结完了以后 觉得不行 健康更重要 还是给他没收了 但是问题是 他是一个成年人 他有他自己的时间 他会去上班 他会去各种 你看不到的地方 你还要上学 你是不可能 一天二十四小时 跟在他后面 他有大量的 你看不见的时候 他又会重新偷着买烟 他只要是 后来那个我大了 烟控制的可能量也比较多 那曾经那个可惨的时候 我都跑到单位跟同事借根烟 可怜稀稀搞得好像 但实际上他就是因为那怎么说呢 他因为他是个成年人 他自己思想上就不想借烟 你是根本不可能管住他的 你无论后面跟得多紧 就是我和我妈两个人一起也没用 就他自己没有这个想法 你是管不住他的 他面上好像配合你 那个时候是设计了一个 那个像减肥一样的卡 每天接上一根 我可开心发现他是减了 但实际上他没有跑到单位里偷着抽 其实根本没有减 其实挺痛心的 所以到我高中的时候 我发现他其实都是假戒烟 就很失望 我就不管他了 因为我知道他自己没有这个想法 你做什么努力都没用 他就是不剪不下来的 他没这个想法 他这个时候就搬出歪理 就说你看什么毛泽东 什么好多那些老革命 那抽烟抽得很 最后都活得很大岁数 活了八十多什么的 九十多我也不知道 毛泽东活了多大岁数 反正他们都活的岁数很大 他说邓小平也抽很多烟 也活得挺大的岁数 我说你其实这是个幸存者偏差的问题 但那些老革命他们走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那身体素质差的都说白了 你战争年代 你又是日本鬼子 又是国民党 反正一堆敌人天天跟着你后面屁股追着你打你 你还跑好远好远的路 去各种荒僻的地方走 你才活下来 才保存了战斗力打回来的 你说白了就是 你身体强壮 很健康的 你可能跑冲锋冲过头了 冲在前面跟敌人拼磁刀 或者是哪个地方不张眼的 下个炸弹就给炸死了 你可能身体健康不一定能活下来 但是你但凡老弱病残太身体素质差的 那基本上是根本活不下来 你就是 你就好像创业成功成为马云了 你天天说他这个说他那个的 实际上你创业不成功死掉了 大片大片的倒霉的 创业失败的公司多了 你是一样道理 你说毛泽东 说这个那个的 抽烟抽的多呢 还活得挺高瘦 我告诉你 他实际上是 本来那批活下来的人 个个都能活120岁 都身体健康好 但是因为抽烟只活了八九十 他其实是减瘦命的 只不过因为他那批人都可 都是实际上身体底子好 本来都是能至少活100 120的 因为抽烟 那只能活个八十多 好像看着挺正常 挺长寿的 你实际上是自己跟自己比 减瘦命了 是吸引有害健康 是这样